在美股纳斯拉克指数再创新高的激励下 台股今天尝试挑战连期涨 不过买盘追价力道不强 盘是目前在平盘附近震荡 盘面来看 旅行者族群今天全面发动攻势 灿星旅游网和熊师都攻上涨停 另外第三方支付的专法草案 本月投望送行政院也激励了商店街 和Oh My God等相关概念股上涨 另外造纸类股今天在永风雨带动下 同样有不错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